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是四方马邦集散地和商品交易点 是苍原东南沿边开发开放新门户 嘎多大寨保留着282栋传统民居 是沿边现存体量最大 保留最完整的瓦族传统特色民居群 2016年被国家驻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是东方小夜区月亮升起来创作地 阿瓦人民唱新歌彩封地 被誉为月亮古寨 近年来嘎多村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给沉原县边境村老知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 以建设好魅力家园 维护好民族团结 守护好神圣国土为主线 称全省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村东风 主动融入全市 一郎一带一片一道建设 在边疆党建长廊建设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两个作用 以党组织为堡垒 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让党员亮身份 党基层智利的先锋 凝聚其保护和建设边境旅游行村庄 党全合力 围绕全省全域旅游发展布局 大多以打造3A级旅游景区为出发点 以打造农耕文化体验 秘境边关风情等精品旅游线路为着力点 按照原始的传统的生态的理念 以文促律 以旅新农 文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定位 科学制定一轴三区发展规划 一轴即乡村旅游经济发展轴 依托国道219南洒至岗目标山线 延边三级路 双向闭环 串联瓦山机场 嘎多大寨 月亮湖 岛里田园综合体 碧里园游基查状元 永河口岸 苍原县城等重要节点 充分融入 瓦山机场和县城三十分钟经济圈 三区即月亮股宅 万密股宅体验区 为一轴三区核心区 坚持保护与发展相结合 达好全省最美乡愁地 月亮升起来创作地 厂向浪漫爱情目的地三大IP 发掘嘎多大宅 保存完整的民风习俗 起居习俗 农耕习俗 节日习俗 四个民俗文化 以古法煮茶 古法竹面编制 古法水酒 瓦族致敬等微载体 展示瓦族传统建筑活标本 呈现原生态民俗文化活态 月亮湖 满乡山水运动区 为一轴三区中转站 深入渐行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理念 以托月亮湖自然山水风光 以恢复八角水生态 和库区移民增收为目的 用好用活产业发展资金 滇壮实布置 白清糖水生态世界 配置开发冷水养鱼 野调 泉鱼宴等副业 盘货水库管理用房 及周边资产 建设月亮湖驿站 开发沿边半城马拉松 自家机型营地等户外运动项目 岛里 漫游田园修宪区 为月亮古寨最美后花园 在道立自然村初步建成一百亩高端水果观光采摘园 三个标准化洋风茶 四百亩生态游击茶园 二百亩高产玉米种植示范基地的基础上 结合道立田园综合体专项规划 布局田园实益 果园采摘 古茶品域 花园体感 农家体验屋各体验区 建设有景观 有产业 有美食 有乐趣的 边关石虎花园 兰花园 老树风春心有孽 新楚出谷感争响 在新时代党的光辉照耀下 月亮古寨迎来了跨越发展的春风 我们将老几宗书记因因嘱托 夯视古边 稳边 兴边的组织基础 以打造边境旅游行村庄为抓手 持续提升党组织统筹力 组织力和服务力 凝聚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力量 把嘎多建设成 边境线上幸福村的示范 村级集体经济强村的样板 到2025年 农村常主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2万元以上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可突破一百万元 路虽远 行则将至 事虽难 作则必成 欢迎您到月亮古寨嘎多来 品喝汤美酒 赏古寨月色 听月下琴歌 沾古束福气 细数月下 万家灯火点点繁星 共许边关挖山人民 满满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